哈喽,今天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醉影 今天继续我们的全荒铃尔凤云在前一期板 实况对战姐说这场还是阵天沉溺着愤怒 开展战战胜伸出一个板击梁来 中角踢他也打不断,正想打一个地下 亲手缺反开BC,诶,没有开起来 然后再次胜了,但是又被对手的连续一波循环打到了 BC循环,雷蒙的压制非常强势 看板击梁步步后退 雷蒙继续向前冲刺,诶,他卡了好像 但是雷蒙快速中断了这个连绩 后面板击梁,只剩下半血以下的血量了 完全可以释放隐藏,来看他能不能成功释放 诶,跳一下,破墩防,下盘两点开 下盘两点开隐藏 两拳撂倒 打匀之后,板击梁再顺势开一套一套BC 升了取消,跳起来 回首大扑展示必杀 板击梁下盘一点开隐藏,完了又晕了 刚才给了雷蒙一个机会 但是他并没有抓住 最后一发棒了,想后拳结束了 好,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愤怒他的宝子 追圈虫 比较奇葩的一个角色,这宝子 几波闪生线角风味 板击梁向前跳一下,怎么跳 升龙扣 破防 二一拳怼到又是天地霸王拳 反边循环开BC 最后升龙取消斩力拳 完了,包子可能会被一套带队 距离过远没有砍到 下plan的天地霸王拳,包子 哎呀,包子突然闪到被我吃包子 这是什么套路 啊,这包子被噎死了 吃包子 这是早打吗 在对手背后吃包子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草子精的愤怒 前跳中腿压住他 一波闪生对手又一个天地霸王拳 今天好像会变成天地霸王拳恐惧症和愤怒 被这一招被打得服服帖帖的 砍刀手,砍刀手 砍不到这样子砍 还在这样子砍 草子精,有没有隐藏的骚操动 开BC,开循环,荒咬毒咬 反边循环,接一个BC结束 其实用不到大招了现在 最后给一发大蛇蹄也能结束 来看第四局的 第四局看K 即便是草蹄精剩半血 面对K他也是不慌的 因为打K应该是足够了吧 重手,前进腿开BC 反边循环 生龙,没有取消是来大蛇蹄 也最后又给一个 草蹄精再连他一次,他BC开隐藏 哇 这次进行满满的打出黑瓶 因为只要第一次把对手抓死 后面再打就是黑瓶 这个草蹄精的隐藏 接着看第五局 第五局看战典城的阵元斋出场 阵元斋跳 草蹄精也是跳中的压住起身 跳中腿破防 没有开BC 循环来一趟 吼吼 吹火 反面来一个闪神 阵元斋是不断的跳 草蹄精生物取消大蛇蹄十奥啊 后面前进腿破防开BC 重手前进腿再来一波循环 开BC 开循环 荒窑生龙取消 生龙取消 大蛇蹄烧 一点血对手起身 好像已经不行了 要被反三的节奏啊 哎 最后一点血 最后一点血 对手居然偷到招了 没想到没想到 这个真的是出乎意料 这个真的不是故意的啊 来看下一场 太出乎意料了 最后这一招 好 现在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场 这一场来看整天城 开场是一个特瑞 而愤怒则是八神啊 八神好像还是有优势的大特瑞 要 但是千万不要被特瑞点到一套 点到一套就非常危险 哎 这个版本里面 点到一套 一套带走 有点太骚气 哎 跳贼 放防 百合者勾腿 对手领子闪身 八神再来跳地跳C 对手都破招了 双方相杀 谁也抓不到一个机会 八神防住下盘 开一个BC 清腿小枫强抓 回手收了千银 收了千银 给上一发 八指你中手开BC 快小枫 周手过来 失误 哎 特瑞看能不能拖到下盘 八神也开一个BC 双方是打得难分胜负啊 下不了点 逃 逗手倒一踢 前程过来打一个循环 重腿能不能冲拳 但是八神一个踢就踢过去了 回手逃 开BC 碎尸踢 没有时间了 最后的时间还是被占捏成怼了个隐藏 最后一点时间还是被干掉了 好的 接着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愤怒他的东炸 哎 东炸前程中了踢 赫瑞打一个中段 破防 开BC 开循环 碎尸踢 又来了现在特瑞 身份取消 第一波取消 反边给必杀了 碎尸又往必杀连续取消卡 好像是一个无限连 最后没有取消起来 最后这一波失误了 东炸有点急躁 急是没有用的 其实打圈皇越急越输得越快啊 咱们看第三场 第三场看愤怒他的脉 卖佐 首先开上一波 勾腿破防 破不了 特瑞重拳摸一个BC 对手防住 卖佐 聚于勾腿向前冲刺 轻手 进攻 第波取消 现在看卖佐会出现一个什么套路 卖佐出个波 特瑞跳中退打中段 卖佐继续勾腿先破他一防 特瑞呢特瑞向前冲刺 压力一个逆向开BC 哎 道远T之后没有取消起来 那特瑞就再寻找下一个机会随时T 完了被强制打飞起来了 第波取消 最后怼一个隐藏 哇 这一次直接穿三呢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场 看愤怒哥应该还是表示不服 还会再接一臂 我们期待愤怒哥的接臂 好的 现在愤怒哥表示不服 他真的又接了一臂 我们来看他什么角色 这次 这次有一个草蹄作为首尾 而战连城有一个玛丽作为首尾 看谁才是真的王者 愤怒哥这几局打的还是比较紧身的 但是手感好像尚未来到 尚未到来这个手感 现在看玛丽来了 嗯 影飘起来 飘退低 飘中的大中断 玛丽再次闪出 这个比例 冲刺 其实比例偷到招式 连起来也是很疯狂的 但是玛丽的速度更快一些 玛丽更强势一些 论这个连招和投机的话 生了取消 上中接甲 没有接上大招 哎 空中封他一下 中斗压一个中断 玛丽继续闪身 比例的这啊 BC转棍子来了 BC转棍子啊 最后给必杀啊 漂亮 后面玛丽起身 呃 起身又被投到了 没办法 接着看下一局 再强势连招上面失误也是不行的 不如对手打一个连招皆必杀 后面看卡拉克的投机高手 哎 开BC 开循环跳CD 前天手手再次循环一套 现在卡拉克再来一波循环 跳 CD 看卡拉克 看卡拉克 卡拉克又抓一手 跟卡拉克近身的话 真的是 跑不到他们的好果子吃啊 现在来到愤怒哥他的七甲蛇 跳地风空 连一下 卡拉克防住 七甲蛇再跳连跳 开BC 开重手 卡拉克那就再跳啊 看七甲蛇然后面子怎么办了 七甲蛇一套BC开循环 板边要不要怼必杀 中间又开一次BC 漂亮 哎 BC 循环 最后给一个 还给个大招接住这一点血 看来是恨之入骨了这个已经 来到第四局现在 第四局和战天成他的这个丽眉 哎 跳 这一局愤怒哥是志在必得啊 这种前进手 怼不到 再怼一次还连不住 对手防得很棒哦 那就投起来 投你是防不住的 马上强制破防开BC开循环 还是被七甲蛇给疯狂的破防了 最后给一个必杀完全可以带走 这一局愤怒是追着对手在干 大家来播关注每天更新精彩对战视频